这个世界上 他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过不完的坎 孩子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才最重要 那让狗自己开车呢 是不是喝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方鹅交将独家冠名播出 富方鹅交将气血双骨 三十九年品质宝藏 幸福账单遮属度假 由吉利远景家族提供 人生第一步 幸福不止步 我们收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来信 说看幸福账单呢 就像看到全国的美食地图 在这儿能品味到各地的美食 把咱们仨当成美食家的 美食家不知道 吃过咱仨是肯定是的 但关键是咱确实吃过不少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尔 烧花鸭 烧厨鸡 烧死鹅 卤猪如鸭 酱鸡腊肉 松瓜小肚 亮肉姜肠 有红丸子 白丸子 清蒸丸子 四起丸子 好了 行了 行了 你这些都吃过 都背过 都背过 你光会吃可不行 你会做 咱得进厨房 当然了 所以说咱们这一集的主题 就是梦幻厨房 赶紧抓紧时间 咱们得秀一下 赶快有请今天的地位 抱掌人 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吃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王慧 来自江西省 魅力山城的德心市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在文化旅游局工作的 然后呢 今天我来到幸福站单 我们领导呢 还特意交代我了一个任务 你还有任务 对 有任务 就是一定要邀请 三位主持人 去我们家乡旅游 你得告诉我们 咱家乡哪儿好啊 我们就去玩 咱家乡可美了呢 咱家乡山清水秀 然后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呢 达到了76.2% 然后在2019年 刚刚录选了 中国天然养疤 对 这个荣誉称号呢 全国就仅只有51个 然后呢 我们呢 还有很多 特别好吃的美食 有什么好吃的 让我们看看呗 来来来 但是呢 是图片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 油麦饺子吗 这个叫做青米果 这个皮呢 是那个糯米和枣米粉做的 然后呢 这个下面会垫一个粽皮 蒸的时候呢 粽皮会透过这个果的香味 就咬起来 特别特别的美味 叫什么呀 这个叫做麻子果 是我们那边用一个缸打出来的 里面是糯米 外面是包那个黑芝麻的 就特别意气不屑 这个大枣里面是什么呢 这个就可厉害了呢 里面有黑米 红枣 还有枸杞 都特别养生 太养生了 然后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没有带食物来呢 因为首先 我刚刚带你们看 都是要经过现做 因为天气比较热 带过来呢 可能会坏 然后再一个呢 吊吊大家的胃口 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的亲自去吃点 你的目的达到了 你吊足了我们的胃口 对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矿业特别发达 目前的产同量呢 是居全国之首 来 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这个带来了是吧 对 可是你们咬不动 它不属于特产 香炉 这是茶叶罐 这个真的好精致 对 很精致 可以拿来收藏 但这个茶叶罐就可厉害了 它厉害在哪里 首先它的密封性特别强 然后你茶叶放进去呢 它不太容易受潮 变质 对 不太容易变质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铜呢 它是有微量元素的 你这方法太好了 是吧 用美食调住我们胃口 用这个也勾住我们去 对 今天姑娘为家乡 做了一个大大的宣传 不负你自己的岗位 你带了一张什么账单来 带了一张扶贫基金 这是我扶贫的那一户老人家 就是我们那边精准扶贫 是一户对一户的 然后我们会经常去 帮他打手卫生 然后帮他做饭 我每次去帮他做饭 他都会哭 因为他没有子女的 很可怜 姑姑阿老人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在当地一个扶贫产业 叫种植大米和葛根 这个就是我们成立的一个 红色文艺青奇兵 因为我们不但重视精神扶贫 还低重文化扶贫 很有必要 对 那你今天的账单是多少钱呢 金额是 4600元 4600元精准扶贫的 一个对口支援的费用 对 准备买点鸡丫送给那些贫困户 让他们养 好的 那我们先把舞台交给你 加油了 来 60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160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缺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4600元 4600元的扶贫基金 对 好 学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信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的也会获得 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来吧 请不要挑战去 来吧 王辉将要接受挑战了 一起为他加油了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这下摔得够狠的 但好在我们店子是软的 来 第二关 这有点要拔萝卜那镜头 可惜我们这不是一萝卜 拔稳了 只要把重心控制住 没有任何问题 还不错 赶紧爬上来 赶紧爬 顺着他的方向 没错 好嘞 爬上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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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今天来账单参加时刻 四千六百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参与我们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几千的年 那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保障女 你好 认识一下你是谁 来 大家好 我叫罗宇 来自河南省周口市丹城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是不是能告诉我 这个是为什么 怎么造成的呢 我的腿是三岁的时候 就是我过马路 然后拿着东西吃 边吃边走 然后东西给掉地上了 我返回一点的时候 就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 然后就把我卷进去了 卷到卡车底下去吗 对 就是经过几次手术之后 然后我的腿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哎呀呀 这个别这么战略了 我们坐着聊好不好 来 上个椅子 三岁那段时间 你现在有记忆吗 因为比较小嘛 才三岁 我就只记得我爸 然后抱着我 当时往医院送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直 那个脚连着皮 然后就记这么多 其他的然后就 就不记得了 对 哎呀 不记得也好 真的 那个痛苦的经历 不要记得了 也在自提醒 小小孩的这种父母 一定要看护好孩子 因为孩子不懂 会到处跑 对 因为那个卡车 它有那个盲区 它有盲区 对 它高 孩子尽量不要在马路上玩 可怜的宝贝 没事 没事 那你长大了 出了成一个 挺挺欲力的一个女孩 长得还好看 我不知道 你现在靠什么来生活 以前我就是在那个 做文员嘛 收银员 现在因为我父亲 他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舒服 从那之后我也没打算出去 就跟着我爸学电汉 这是你吗 对呀 这是我 我干活的时候 这个很辛苦的 这个常人就已经很难了 你爸爸是汉工 对 我爸是干了大半辈子的汉工 我们家就开了一个小的店铺 主要就是给别人汉东西 我怎么听说你除了工作 还有就是特别的爱好 你喜欢旅游是吗 对 我走过很多地方 爬过长城 走过川藏线 走了大概有二三十个地方了吧 这是哪里 这是我在那个青海那边给拍的 我还骑马 青海湖啊 对 这是青海湖 爬山啊 对 我爬山的时候拍的 爬山 爬长城 走川藏线 对 谁跟你照得像啊都是 路边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姐 然后她帮我拍我帮她拍 你一个人 对啊 我都是一个人出去旅游的 别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得到 别人不能做到的 我同样可以尝试着去做吧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 而且你把这些照片 把你旅游的视频也发到了网上 对 然后很多朋友觉得特别励志什么 你现在有多少粉丝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粉丝 对 很了不起的 然后她在网络上去分享 她行走时的这些心得 你怎么说的来着 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说得蛮对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 她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过不完的坎 就是没有做不成的事 只有做不成事的人 只要你想去做 只要你努力去尝试 哪怕失败了都无所谓的 因为你年轻 人生嘛就不怕折腾 就怕不折腾 对不对 这种其实还是蛮励志的 可能如果我们说 就会觉得有点像西林鸡汤 但是这是她一步一步 靠自己走出来的 她走过来的 这路上就没有遇到中意的人吗 我之前有过一段感情 我们两个谈了三年嘛 然后就是到了谈婚乱嫁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不同意 觉得就是我是一个 身体上有残疾的女孩 娶了我之后就会拖累她儿子 家长不同意 那这事伤得挺深应该 妹妹 我跟你说 所有的失恋都是为真爱让路的 是的 那之后这么多的旅程 就认识了这么多人 还有三十多万的粉丝 就没有遇到中心呢 怎么说呢 就是经常也有人就是加我微信 也有些然后对我好感的追我的 表白的 一个被表白了多少次 就是他们帮我粗略了捅你一下说 三百次吧 不下三百次应该 这三百多口子你都没有看上的 没有你自己争议的 这也不是说看不上吗 只能说就是我觉得现实中的感情 让我给我打击都那么大 我突然就觉得这网络中的感情 你说更不靠谱 你说你喜欢我 你要娶我 你要养我 你又不告诉我你多大 你长啥样 你说这能靠谱吗 那确实还没遇到靠谱的表白 三百多次表白 还没有特别让她心动 让她觉得靠谱的 如果你是真心爱她 告诉年龄真实的情况 从虚拟的世界走向真实的世界 你走出来 然后到姑娘身边 然后看缘分 对 看缘分 我觉得虽然我身体上是残缺的吧 但是我觉得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 我有权利追求我的感情 当然 不光这么漂亮 笑起来多可爱 美女 那今天你来是带一张 什么样的账单来呢 因为我来之前 我爸给那个检查处 身上长个瘤子 所以说我是为我把他医疗费用来的 多少钱 一万 一万还好吗 是哪里 这两天医生说可能是恶性的 在身上长的 不是还没确诊吗 对 别被未知的事情把自己打垮了 此时此刻爸爸正需要你的时候 无论怎么样 你都自己得扛住了 明白吗 好的 你就一定要强大起来 你要坚强起来 一万元的治疗的医疗费 对 加油 先把舞台交给你 好的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表演 父亲 坐着唱吧 好的 好的 三 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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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想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拖清风烧去安康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冷了 不要再让你变冷了 我愿有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 都会好些来的 除了强大我们也别无选择 对 无论怎样你是祝勋骨 一百八十秒 加油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谁替你去闯关啊 谁替你闯关 我弟弟 加油 加油 那弟弟加油 再次缺一下账单金额多少钱 一万 一万 希望爸爸能够好起来 一万费 谢谢主持人 给弟弟加油 好的 请步入挑战区 来吧 罗宇的弟弟小罗 想要为他闯关 希望他加油了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百八十秒钟时间 加油了 小罗 加油 打赤脚 不错 不错 看着挺瘦的小伙子 但是这灵活度是真够 来 上 第三关 加油 没错 就是这样 完全不害怕 漂亮 第四关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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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轻松 来 重复一下给姐姐的上单是什么 有点懵 好缺氧了你知道吗 一万元对不对 那恭喜罗宇一加我们一万元的账单 成功确认了 来 跟我一块喊出节目口号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步抱账人 还玩弯呢 是谁大小狗啊 我自己来啊 还是开着车来的还是 还转一圈 跟美女姐姐打一招呼 还行场呢 对不起 对不起不是人啊 走擦道了 你怎么回事这是 哎呀 你这驾驶水平不行啊 那让狗自己开车呢 是不是喝酒了 没喝 来 认识一下你是谁 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张柏哥 来自吉林长春 来 你也介绍一下自己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来 你想吃啊 是咋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小宝 他几岁了 他今年四岁了 他这个品种叫什么 叫巨型贵宾犬 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本事 有什么样的特长 咱们现场展示一下 好啊 好啊 得拿点好吃的 退录一下 先吃一口 来 握手 好 这只手 哪东西就不握 来 给米饭 好棒 来 这个 好棒 来 亲一口 真棒 还亲一口 来 坐 坐 好 拍相 好 起立 听说他会算数挺实的 他会认数字 还会算数 对 这么厉害吗 对 我们要不要上题板 测一测 先考一个简单点的 听说他会认数字是吧 对 先认数字 我也写一个数字 这样 来 下包 写的是几 你就叫几声好不好 这是几啊 来 包 这是几 回答 三声 掉了三下 数字没问题了 数字没问题 大大难度 好了 摩托写下来了 来 包 他加他等于几 来个简法吧 好吧 我一直特别想养菊龟 特别可爱 跟那个大毛绒娃娃是一样的 来 包 咱们看 他渐他等于几 看 他渐他 咱们还可以增加难度吗 可以吗 增加难度 你干嘛 朱玥姐姐太坏了 来 来 小宝 小宝 这道题你要答对了 我一起给你买好多好吃的 来 这个比较难 他乘以他等一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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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处法 处法来一个 处法其实特别难的 对于动物来说 人家说游边犬 这个品种的智商 相当于五岁男孩的智商 对 小宝 看看 小宝 咱们看 六除以二等一 准确率百分之百人 得了一百分 如果小学成绩好多了 现在据说这狗狗 已经是网红狗了是吗 对 它有四十万粉丝了 那它表演什么呀 它就是我们生活之间的 我带它出去玩这种 有视频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视频 看一看 哎呀 你背着它 你跟背着孩子似的 大家都在拍照 你看 它就是巨贵嘛 它养它巨贵嘛 巨贵 巨贵嘛 顾名思义就是很贵 你每个月的工资 要多少放在她的身上 大概是三四千多六 光她呀 对 因为她洗澡美容一次 就大概四百多 个儿大 对 而且她是不是 如果万一要得了一些病的话 对 急病的话 拿针吃药都会很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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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小宝突发急性胰腺炎 当时真的把我吓坏了 然后我带她旁边我们长村大大小小的从物医院 到最后都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 然后我就从长村再带她到天派到北京最权威的动物医院去治疗 因为她每一次去治疗就是需要抽血 化验 还有打针 她身上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针眼了 但是她特别听话 听话得让人心疼 所以也化了巨资 给她治好了这个病 现在宝贝还是 小宝还是这么聪明 很健康 对 对 因为我们的世界可能很广 有很多的亲属 朋友 同事 但是在她的世界里边只有你 她的心里只有你 对 而且正因为在求医的路上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打听 也遇到了不同的人群 对 当时 也关注到流浪狗的这个 自从她生病以后 我就关注了那些流浪狗 我感觉她是比较幸福的 比较快乐的 我看到那些流浪狗吃不好 喝不好 然后那个身上都是伤口 被虐待 被残杀 就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带了一些狗粮去我们当地的流浪基地 卷助了一些 我只能尽我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是 因为你本身也是银行的 外勤工作人员 对 也不会有太丰厚的这种收入 对 所以今天你来到幸福账单 是要报一张关于这样的账单吗 我要报一张美容卡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了 好的 好不好 看看你和小宝能给大家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加油了 来 60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一闪 一闪 亮晶晶 我只踏踏的小蝙蝙 明亮的眼睛 帅气的造型 天天梦想在心里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要专门大大舞台的中央 看她最永远的花花 把全世界照亮 一闪 一闪 亮晶晶 我如飞残的小蝙蝙 小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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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蝙蝙�蝙�蝙蝙�蝙�蝙��� 加油 来 步入挑战区 加油 小宝 百哥将接受挑战了 他的好伙伴小宝 在他旁边为他加油 小宝你在这等着好不好 让爸爸去闯关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不错 来 第二关 好 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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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 好 这落水这一下可以 黄色 这回彻底下水了 爱的魔力转圈圈 转了这么多圈之后 我看一看 还能不能找准方向 目前看还不错 即使是晕了到水里 一下一击就清醒了 来 第四关 好 对 再躺 再躺 再躺下 能不能起来 能不能起来 很棒 那上面简直像古堡动作一样 来回的钻圈 你这套动作可以训练一下小宝 让小宝学家又被带走了 你这又被带走了 小宝啊 你的美容卡没有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一线就会八十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参与我们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谢谢 庆福 炕单 欢迎下一位包张领 花蓝蓝的天上飞雄影 我在高岗调望北京 侧儿倾听母亲的声音 阴风高唱五星红旗 我站在草原望北极 以往无际过太安宁 让心芳飞这喜悦的喜气 吉祥采印信给你 吉祥采印信给 贤给你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认识一下 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口雄英 今年24岁 来自甘肃平良的一个农村家庭 你真的信口啊 对 我信口 我们那个葱的人都信口 很特别 很少见的一个景 今天很开心能够登上 咱们幸福乍乍的舞台 你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是一名酒店前台 现在是大堂经理 生啊 可以啊 那你学的是相关专业吗 旅游酒店管理 不是 其实我的学历 初二都没有到 因为我们从只有五年级 我要是读六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我要去40公里外的镇上去读 很远 对 然后学校没有餐厅 我们就自己带馒头过去 其他同学都是 星期天晚上吃的 但周一 周二 周三的时候 父母就送过来了 但是我不一样 就是 没人送是吗 我妈妈在外面当保姆 然后我爸又骑不了自行车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爸的腿长了一个流子 然后手术之后就 不能骑自行车 就是腿脚不方便了 所以我去的时候 就是带六天的馒头 那冬天还好 你夏天 对 到星期三的时候 已经不好了 我就那个毛巾 把上面长的那个毛 它就擦掉 然后我就开水 泡着吃 然后放点那个 家里带的那个辣椒油 才放点盐 就这样 我读了六年级 初一 到初二的时候 那时候也懂事了 就觉得 家里这么艰难 对 不想少学了 想出去在外面 就是工作 靠我的打听 来给家里疯担一点 就这样 我就不顾家人的反对 我就出来打工了 其实家里人 还是希望你继续上学的 对 家里人 希望我好好读书 就是他们再苦再累 也要让我把这个学读完 妈妈一直在外面 给别人做家政 是的 我妈一直在外面 给人家做保姆 去年的时候 雇主的被家说 我妈晕倒了 被送到那个县城里去了 还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的 妈妈是什么 妈妈得的是脑梗三 脑梗 脑梗它现在活动方便吗 方便 初步的时候 可能就是晕倒 然后说话 记忆力不怎么好 到后期的时候 四肢可能就是有点 我就回去了 过年的时候 我就给爸妈说了 我说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好好努力 来回报你们 对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就是出钱 在老家 为我爸妈修了一套房 盖了一套 是这套吗 这就是我们家之前 住的房 老房子 这好 对 这个是现在爸妈妈妈 住的地方 老人家该想想福了 对 爸妈妈妈现在就是 在家里干点活 干点装甲 然后我就在外面 负责挣钱 辛苦了一辈子了 该想幸福了 所以我今天来报的账单 是想给父母买一个按摩椅 那舞台交给你加油 来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看夕阳西夏 茫茫草原的胡鸦 谁在独卷湖边 快乐不歌唱 一曲一匹军马 生匹那满天才下 黑夜紧扎呀扎 把冰雪融化 二山的姑娘美如花 飘飘的长发 诉说着情话 合花 红营一杯奶茶 风鸦鸦鸭鸦鸦鸭鸦鸦鸦鸦 四十秒 回应 封限 封拓山 封一举青蛙 买一地青蛙 拓山 一辈子 四十秒 三 一声 中文字听 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 好不好 好了 再次去一下账单金额 四千八百元的按摩椅 四千八百元给父母买的按摩椅 全海性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性舒适变明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的 也会获得海性舒适变明空调 提供的幸福档报 加油 加油了 加油猴子 一起为了加油 三 二 A挑战开始了 一百六十秒时间加油了 是的 是的 没错 站稳了之后 只要把住自己的重心就好了 其实对你来说 因为体重比较大 所以重心很难把控 只要把重心控制住 没有任何问题 没事 跳下去的凉不凉不凉不 连招 不够惊喜 小心 小心 对 没问题 对抗他 对 来吧 除非要自己的账单是什么 四千八百元的按摩椅 四千八百元按摩椅 我们的账单成功确认 来吧 喊出节目的口号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专属作家 由吉利远景家族提供 人生第一步 幸福不止步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本节目由富方阿娇江 独家冠名播出 富方阿娇江气血双骨 三十九年 品质保障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暴降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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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真的 先介绍一下自己来 来 大家好 主持老师好 你好 我叫齐希纯 我来自河北宝定 多大开始练杂技啊 我从十三岁开始练杂技啊 你现在多大呢 我现在二十七 有十几年的舞台表演经验了 不是 但是看着也是让人觉得挺慎的 好 对啊 你想这汤 你有被砸成包的时候有吗 有 脑袋洗大包 人家练杂技一般都有搭档 对呀 你怎么没搭档一个人呢 我搭档也来了 在哪呢 来来来 你们俩是夫妻吗 我们俩是情侣夫妻 到底是情侣还是夫妻 结婚妹 结婚了 夫妻了人家是 这是夫妻 然后像情侣一样甜甜蜜蜜 看得多好 那你们的主公项目是 丽玉美 天上芭蕾 那个需要两个人之间的 非常强的默契和信任 对 所以只有夫妻合适 叫什么组合 我们叫爱上组合 为什么叫爱上 真是因为爱上了吗 我们是因为杂技 走在一起的 然后结缘 然后相识相知 然后走在一起 现在有孩子了吗 有了 舍得让他练杂技吗 我们不太希望他走这条路 但是如果他以后喜欢的话 我们会当兴趣爱好一样培养他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走这条路 你也拦不住 对 就像你爸妈也拦不住你一样 对 那你们的账单是什么 我们是六千元的杂技道具 好 来吧 加油了 来吧 加油了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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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家不怎么做饭的选手 到第二关确实有点眼韵 看到什么叉子勺子有点韵 来 第三关 又到了爱的魔力转圈圈的时刻了 加油 肥一点 稳一点 来 加油 好的 这一下直接就全身都进水了 第四关 加油 稳了 稳一点 稳一点 恭喜你们二位 来 重复一下自己的账单是什么 六千元的杂技道具 六千元的杂技道具费用 以后的表演也要注意安全 好吗 好 谢谢 在这儿高兴地宣布 你们的杂技道具费用 我们给你报了 谢谢 来 一块满足节目的统号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爆炸人 我家出败大桥头 去年飘坐往西要好楼 去年弹灯我先走 经验坦证又是我带头 不久来到自家门口 叫着老婆开门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你 欢迎你 认识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王家伟 来自安徽淮北 现在是一名教师 教什么呢 戏曲 黄梅系 看着年龄不大 对 你是大小学黄梅系吗 还是 我是七岁那年 有一个启蒙老师 然后我们学校来招人 当时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就参加了 然后就被选上了 选上了 然后受到启蒙老师的影响 对戏曲产生了喜爱 七岁开始学 对 七岁开始学 那你在大学的时候 也学的是 是黄梅系表演方向 科班出身 但是你认教了 对 我现在已经认教了 我特别想知道 现在你招生难吗 招生挺难的 都是小朋友 因为我认为 那些小朋友 我觉得他们应该 从小就应该知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在招生当中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 父母认为 这个东西 以后学出来以后 没有多大用处 其次就是小朋友觉得 很枯燥 很无聊 不愿意学 对 我自己学的今年 我自己也知道 有声有体会 是吧 过程是很枯燥的 戏剧是高度诚实化 对 需要反复锤炼 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比如说一个故事 很无聊 我就想办法 我把故事中间改编 变得有趣化 跟贴属于他们的生活 就比如说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讲的是一个书生 睡着了 睡着了 他醒了以后 揉了揉 眼睛一看 这个地方我不认识 那边是哪里 我要到那边看一看 说的是 这个书生 他进入梦境了 梦境他结婚了 但是过于老套 小朋友觉得 书生是干嘛的 对对对 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后面我改编了一下 还是同样的动作 我说 哎呀 昨天晚上 我玩了一晚上 哎呀 睡了 现在赶紧 迷迷糊糊的 揉揉眼一看 爸妈妈怎么不见了 是不是到那边去了 改变情绪 对 让孩子更容易理解 对对对 我自己的生活 我在玩游戏 是是是 爸妈不见了 没人管了 再玩一局 对 你教我们一个 继续的动作吧 可以 我就教一个 比较简单的匀手 好 那我先教朱迅杰 因为女生和男生 都不要 不要 首先 端着架子 手捏起来 对捏起来 然后匀手 这边小一点 对 然后这边握拳 握拳 然后蓝花拳 然后到这边 再转过来 然后亮相 对很好 男生就比较大气一点 首先端着膀子就大一点 然后也是同样的匀手 不过这个匀手大一点 对 从面前划过 然后眼睛跟随左边 然后再到右边 亮相 基本上上午之前 苦练的时候 需要亮十分钟 对 就刚耗着 你变成肌肉记忆才可以 对 就是你一亮 就是那个动作 就不会 不会走样 对 不会走样 是的 好的 告诉我你的账单 账单是 离开空调 三千八百元 好的 挺好的 来 我给他交给你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二 我说我 我孤单一人 只因 爹死无关目迈事 为目唐夫妻满腹 有头谈不及 三年长功受孤寂 有老大街让我走 你看风雨 我爱爱爱惜尘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请加油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多少钱 三千八百元 三千八百元培训机构的空桥 以太空桥加油 三千八百万培训机构 一起为它加油 三二一 挑战开始 加油了 戏曲之中训练还是非常多的 看得出来 脚下倒得非常快 下盘很稳 这就是下盘有力量有根 目前看没问题 漂亮 第三关 没事 掉水里没关系 快点爬起来 加油 好的 又洗了个透心凉 他连续在我们的三个碗中 表演了三次不同身子的 落水的方式 第四关 好 哎呀 步伐稍微错了一点点 所以账单只能遗憾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三千八百元的账单 拿成零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年来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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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接下来账单 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一片片树叶落 北方的天好冷 还记得有 还记得有个地方 每天都暖洋洋 那一片天好远 我们要去哪里 就跟在爸爸后边 就跟在爸爸后边 排成 人自对心 越过那天云 再跨过千万里 山东十方勇敢 一起往南飞 冒着风和雨 不怕多艰辛 我们一起往南飞 你好 欢迎这一家人吧 来吧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杜上希 今年七岁半了 我来自美丽的山东辽城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跟小主持人似的 口齿伶俐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 山东省辽城市 公安局 东商府分区的 一名民警 我叫杜炳志 大家好 我是来自 山东省辽城市 人民警察培训学校的 一名教师 我的叫做尹茜 欢迎你们 警察夫妇 对 你是什么警种 现在是拍子所的民警 然后之前是刑警 刑警了 很辛苦很危险的工作 宝贝长大以后 想当个小歌手吗 还是想干嘛 我想当个警察 想爸爸也要 你要当警察干什么 抓坏人保卫世界 你看 做好的理想 还是会受你们俩 影响比较多 对对对 其实我们家是个警察世家 我的爸爸和这个我的岳父 也是警察 爸爸和岳父 其实我当警察 就是小的时候 看着我父亲 穿着警服 抓坏人 觉得特别帅 然后呢 觉得我长大 我也要当警察 最后考个警校 然后当警察 那经常我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但我今天特别想问您啊 家庭和工作如何两立 大家都常说 这个中校不能两全 其实您对工作的一种大的忠诚 那么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大校 是这样的 这东西要一分为二的看 你肯定是有没有时间去拍孩子 但是你更多的时间 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个我理解 但是真是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 就是家里需要 对 需要你的时候 他不在 或者有的时候真的 消失 也不能跟家人说去呢 还要保密 也不能说执行什么任务 你知道这个在家里守的人 是很揪心的 而且他又是知道这个行业 那心里会无数想象 其实主任老师是这样的 我讲一个案子吧 就是当时我们在行政队 有一个在破坏一个制毒贩毒的案子的时候 这个案程序呢 我们大概要一个多月 不能给家里说 或者说为了家人的安全 不能暴露这个案子的什么情况 是 完了后呢 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 我说有案子回不去了 可能要出差 然后电话也不能接 其实我当时就是在本地 然后呢 经过我们后来侦查呢 嫌疑人是带枪的 那么在抓捕嫌疑人的当天呢 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我说我们要抓人了 家里没事吧 没事 其实那个电话就是 告别 怕万一有什么事情 是 就打一电话就告过他 然后最后 顺顺利利的 那就 完了 对 作为妻子 又作为一个警察学校的老师 你当然知道他每天会面对什么 不该问的也不会多问一句 这一方面 都能互相的理解 但是你内心 其实是明白的是吧 对 就是也没办法嘛 有的时候为了工作 也是要舍小家 顾大家的 在我们家里 不管是我的母亲 还是我的岳母 还是她 都能理解 因为 是啊 从小 从小父辈就是这么过来 三位警嫂 对 三位警嫂 但是 小宝贝呢 你会不会有些时候挺委屈的 就说好了 爸爸带我去玩 爸爸转身就走了 有没有这时候 有 那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委屈啊 会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扛着是不是 爸爸回来会不会哄哄我们 会 我怎么哄你呢 嗯 就是说 有时间下次再带你去 是吗 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确实忠孝不能养全 但告诉你一个我的招 嘴甜 对 无论对老婆 还是对孩子 嘴甜 是 你要记住了 听到没有 看来平时嘴不是特别甜 对 因为这个平时的时候 忙完工作回家 说句实在话 一句话都不愿说 但是有时候看到他以后呢 你怎么反正对孩子有亏见 你就抱抱红红 嗯 但是对他呢 他就比较了解这个东西 就 不不不不不不 了解跟理解 跟愿意承受是两回事 你而且实际行动也不一样 还是要有的是吧 对对对 当然要有的 请记老师的教育 学会了体谅对方的辛苦 是 我们才能够更加踏实地坚守自己的岗位 对对对 因为小宝贝今天还有一个小要求是吧 对 宝贝你有一个什么要求啊 你能帮我在我写的诗集上签个名吗 你都当诗人了 哇女诗人 真厉害 我能看看你的诗集吗 拿到来吧 来来看看诗集 这还有吃的呀 这个是我们那个老家的一个特产 叫铁公鸡 铁公鸡一毛不毛 他是黑里带子 他为什么是铁公鸡 因为他很硬吗 对 考验牙齿的时候到了 哇这个名副其实啊 哇好有嚼劲啊 哎你还别说 我吃第一口我觉得他特别硬 但是我觉得吃第一口想第二口 为什么 就他有那个韧劲 对 而且他就熏的那种香味 香味 哇今天晚上就这铁公鸡 说点甜言蜜语 好的 那你也不能光吃韧劲了 你该干点正事好不好 哇都自己印成签字了 那你给我读一点呗 好吗 行 我的爸爸是警察 一个帅气的警察 他有些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 他有时上班很早 我还没起床他就消失不见了 他有时下班很晚 我已经睡着了 却不见他的踪影 他在我心里是超人 总在人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 他是那么的无所不能 他在我心里是大力士 总会给弱小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 是那么的充满阳光 我希望他能继续维护正义 保护城市 但是我又想让他给我多一些陪伴 那时我会对他说 我长大会像你一样坚强勇敢 觉得真好 老爸 这姑娘没白疼 没白疼 但是也听完以后心里酸酸的 这个 以后尽量的多抽出时间来陪陪他 弥补一下他童年的这种缺憾 是 好的 咱家的账单是啥 账单是5000元的师级筹备费 加油了啊 舞台交给你了啊 来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我和我弟子 我可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摧远 小小村落 路上也倒折 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永远的河 和我歌唱每一条河 永远给我 一浪经我心中的歌 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永远的河 我最亲爱的祖国 永远给我 一浪经我心中的歌 真棒 真棒 真好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老爸去是不是 老妈去 老妈去啊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你不是刑警吗 要给他一些自己的突破 好吧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五千元 五千元的实际筹备费用 好的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信出示 变民共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的也会获得 海信出示 变民共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妈妈加油 步入挑战区 来 一起为他加油了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这个毕竟是咱们这个 景观学校的老师 没办法 账单只能遗憾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五千元的账单 拿着你的手机 才有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欢迎下一位抱赞 你 请不吝点赞 欢迎下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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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麒麟 来自湖北黄刚 你是戏曲演员 对 我曾经是 湖北省黄明熙剧院的演员 现在是一名音乐唱作人 自由之业 四处漂泊 四处漂泊 然后这个居无所定的 怎么从专业院团 变成流浪歌手了呢 这个过程 这个反常挺大的 我从小特别热爱黄明熙 当时学戏曲的时候 我父亲非常反对 因为他觉得一个男人 应该上一个朝九晚五的班 稳定 稳定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 性格比较刚毅 然后我母亲就比较快乐大量 他就觉得孩子 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才最重要 然后经过我母亲的 这个鼓励支持下 然后我就进入了 艺术职业学院学习曲 毕业之后就分辨到 省黄明熙剧院上班 但是现实还是把我给打垮了 吃饭温饱都成问题 聚船一个月拿得很少是吗 对 然后这个工资特别少 才两三百 一个月 对 然后我就 就平常这个单位 没有拍戏的时候 去那个皮艺厂 做那个流水线的工人 然后把自己这个温饱解决 很可怜那个时候 但是也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是的 是的 然后就出来打拼 打拼 怎么样 打拼了很久了 但是到现在也没什么成就 现在能有自己的温饱吗 现在比这样好多了 他说他居住定所 四处漂泊 是的 你漂泊就漂泊了 对 但是如果带着家人漂泊 也是会比较辛苦 我现在还没有成家 比较惭愧 你这岁数了 家里不着急 着急 肯定着急 但是着急没有用 着急没有用 像他这种 还在打拼状态下的 大龄男青年 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过年回家 对 然后因为过年回家 总会遇到各种唠叨 父母 对 亲人 亲人 你们俩谁演一个他爹呢 他他长得比较老成 就是 他说他父亲是军人 我可能有那方面的气质 对 有数 爸 快点 别磨磨磨蹭蹭的 立正 站好了 好长时间不回家 我得问你个问题 有媳妇没有 爸还没有 怎么还没有 我平时工作 就多大了还没有媳妇 工作比较忙 我知道你说过 这隔壁的小张结婚了 这隔壁的隔壁小高也结婚了 人家都抱上孙子了 我知道 你看我呢 我这一把年纪 连个儿媳妇都没有 但是爸你听我说 说什么 这个事情不能急 什么理由吗 不能急 这要顺其自然 可能是缘分没有到 我跟你说 今年就给你个任务 必须完成 年底带个媳妇回家 听见没有 不完成任务 不许回家 不许给我打电话 就这样了 消息 退点 确实也强求不来 这个我们懂 缘分到了 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缘分吧 谢谢 来吧 告诉我你的账单 问我父母亲 买一份健康的保险 四千五百元 来 舞台交给你 好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两烧狂 休下想念 独闯到天边 照在胸 前上又再现 离江兰 离江兰 离京花寒 东京去远 西雨山水缠绵五千年 碧衣战 莫衣成花回桃源 五旁间龙京烧行 心里 湿陈游散 晴河畔 十五夜远 山水宜周翻 闻芳自报 煮不下 Covid 江兰 古掌匹 青花刺沙派从前 戎花寒 嫌毒往犯 再人间 情绪淡淡 月色和同水的花卷 孤明月一到年 怎能忘强了 一百五十六个挑战时间 不行 但是借一下张单金额多少钱 四千五百元 四千五百元给父母买保险 请不许挑战区 来吧 麒麟将要接受挑战了 麒麟的加油 最好飞过去 来 三二一挑战开始了 不错 稳定住 不错 好 没问题 第三关 时间可以 好 没关系 赶紧爬起来 一边闯关一边给自己配音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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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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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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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这个 这就是叫自我鼓励 自我激励的一种力量 来吧 第四关 天哪 他不停地用自己的身体 可以再跟我们的游戏的障碍进行抗争 好 腿过来 账单 账单只能遗憾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四千五百元的账单拿出你的手机 可以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之前的你呢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抱张宇 好 天哪 好 天哪 骄傲的母亲目光深渊 溫柔的他那话语缠绵 歌儿轻轻唱 风儿轻轻吹 唱歌的人不许 跳起零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来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你是谁 我叫文杰 来自吉林省通话市 我现在呢 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也是我们家乡的 一家演艺公司 旗下酒吧的老板 来到这个舞台 我主要想表达一个心愿 就是对我的母亲 送上一份感谢 也是替她来完成一个心愿 她的心愿是什么 二十多年了 一直期待我 嘱托我 能够在电视上 看见我唱歌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幸福账单播出这四五年的时间里 我母亲一直就是锁定在这个 CCTV3这个频道 说二十你也可以去 闯关成功的 包括海选的消息 都是她在看电视的时候 告诉我 他们跟我说 你是曾经是当兵的 对 这个当兵的人 对 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 我是2003年那个时候当了兵 那个时候很懵懂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一件事情 让我彻底地长大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觉得内心深深地 埋下了一个愧疚 所以通过这次机会 来到这个舞台 想把这个 也是在心里十多年的这个愧疚 伴随着妈妈 二十多年的心愿 一起把它表达出来 当兵第二年 我会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妈妈 当时在家的情况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打通了没有接 我连续打了将近一个小时吧 就一直都没人接 那个时候就已经除了哭 整个人都是特别地难受 然后我就找到我们的领导 后来我把简单的情况 跟领导说了以后 我们领导说 那我帮你联系一下 你们家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 去看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回音了吗 有回音了 有回音了以后 我们领导就告诉我 说你妈在家挺好的 没事 没事 只是出现短暂的 就是像是昏啊晕啊的感觉 为什么你的妈妈会出现 这种昏啊晕的感觉 我的母亲每天晚上出去捡垃圾 白天出去怕笑妈妈 然后白天出去卖 卖完了以后呢 买几个馒头回到家 就是每一顿饭基本上吃的都是冷馒头 就是这样呼喊 就是这样 因为她没有工作 没有任何的这个收入 从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以后 人要成长是一瞬间的事 那个时候在我心里 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 早晚有一天 为母亲奋斗 奋斗出她一个幸福 今天是和妈妈一起来的 我已经在台下看到一个明晃晃的黄色 这个是母子套装 就跟你一样的 来来来 母子套装 老妈 来来 你好 你好 这个刚才儿子说 这是您当初是靠着食废品 哎哟食废品这么过来 不用给说 但是啊 这个小伙子说的那句话 我特别认 男人成长一瞬间 一瞬间的事 一瞬间就从一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 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就是从来吧 是家庭穷的 这说实话 这没 那穷吧 那你不能让孩子这个担心呢 是 我就不适合的 我也说适合的 就当时 是 就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在部队上嘛 就是好好干 再穷再穷吧 就是当兵 当兵 当兵是博家 身上有正气 对对对 阿姨您的手里拿了什么呀 他对不对 他表现不错 他这个是有秀师兵 我就这样 这些老母亲都带着呢 他都不知道我带来了 这是 老妈觉得儿子最光荣的荣誉 对对对对 你看奖章 这就是当兵的这份荣耀 到了地方 也仍然是一条好汉 是 到之际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别忘了部队对你的这份嘱托 孩子啊 有什么真心话 在舞台上想跟妈妈 跟亲人们分享的 就直截了当地说出口 有些时候啊 还是得说出口 对 来 儿子要有话跟你说 用我们山东的家庭话 教一声亲娘 永远记得你跟我说那句话 把歌唱好 就能把人做好 今天站在幸福张旦 这个舞台上 我非常幸福 因为有你这样的母亲 我幸福 妈 我爱你 你露出那笑容是 有人 穷帮你不能压害的 这个这个担心呢 不适合我的 我也说适合我的 就 不要开心 哎呀 那个开心了吧 也希望阿姨 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的 真的 然后有女朋友了 以后安心再过日子 别让妈妈再操心 好的 告诉我你的账单 我的账单是旅行费 八千元 八千元旅行的费用 让妈妈在北京 好好赚一赚 对 好的 好的 阿姨 这个是宝贝 一定好好的 收好 这可以传给 这个儿媳妇的 来吧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一眼望不逃遍 风似到和我等年 等不到西海天 你眼睛眉烂 屋檐着苍茫的高约 还记得你答应过 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 可你跟随那能飞的后娘飞的那么远 爱像风筝断断断断断断 打不住你许夏令 我再苦苦等待 雪山指点 温暖的春天 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 归来的孤月 爱在那一续情愿 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请加油奔跑 再次缺一下账单金额 多少钱 八千元 八千元 带着妈妈去旅行 广关要加油了 来 不如挑战区 加油 来吧 加油了 文杰 一百六十秒的时间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再次缺一下账单金额 多少钱 八千元 八千元 带着妈妈去旅行 广关要加油了 来 不如挑战区 加油 来吧 加油了 文杰 一百六十秒的时间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账单只能遗憾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八千元的账单 拿出您的手机参与 我们的遥遥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 摇起来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影响报销 您手中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着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 央视综艺的官方微博微信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你买账 下期再见 目前在老家 经营着一个小的烧烤店 块烤的好吃吗 从没出出人 人家为什么怎么这么白呢 上次书一脚踩空了 从书上摔下来了 书底下有一块尖尖的石头 我摸了天天想想 给了可可娘 人的里头飘然 就是可爱你